1979年3月9日 當時的港督麥理浩, 訪經會見鄧小平 明確知道中共在97年一定會收回香港 一方面因為中共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 充分利用的策略 另一方面, 英國不想香港人心動搖 影響英知利益, 默默做準備功夫 再繼續管治和光明撤退的兩手準備 因此, 直到1982年, 表面上 香港依然風平浪靜, 水波不輕, 穩定發展 1982年, 大卓爾夫人歷排中雨 歷頂國內外, 尤其美國列根政府的反對出兵壓力 遠征擊敗阿根廷, 奪回被阿根廷佔領的福克蘭群島 聲威大震 於是, 激起了大卓爾夫人 延續統治香港的行心 1982年9月, 訪華會見鄧小平 要求中方談判香港前途問題 但是, 閉門會談 就被鄧小平揚言武力奪回香港 顯示強硬立場 戴卓爾夫人訪經之後, 中共號整以下 甚至1983年5月才搭穩談判 當年, 幾個大型民調 雖然顯示 多數香港人基於民族立場 認同主權屬於中國 但傾向維持英國的統治 不想黨國接收 當中, 中共並不等於中國的港人含義 是明顯不過的 中共於是加速統戰本地政商界 學界 這民族一統思想 要反折其次 引導中共就是中國的意識 推港人治港方案 由於黨媒及以外的輿論導向 分發本來拒共的聲音 中共的中英談判策略 大致可以分為六大點 第一, 針對地區 建立和運用統戰的機構、組織和人脈 第二, 用一連串含糊的共產八股式宣傳口號 去掩飾中共實際的政策 第三, 動員親北京的宣傳機器 打擊談判對手 第四, 以轉空指的方式 操控雙方預先設定的規定 例如秘密談判 不對外公開談判詳情 使得對方處於手勢 第五, 面對公眾的時候 擺出一副主導議題姿態 單方面預設不可談的議題 故意突然作單方面聲明 操弄外國傳媒 操控談判議程 安排沒有參與談判 但更高層和掌權的人士介入 以及預設談判期限 第六, 運用桌底交列的伎倆 例如篤入貿易利益 要換取對方的合作 或者暗示一旦談判達至成功 參與者在外交事業發展會一帆封信 對中原以外的國家承諾 期望他們不會與對方聯盟 以及透過外國人手訪問中國 協助他們進行競選延任的宣傳 這些策略和一貫中共統戰伎倆 團結大多數 孤立少數 完全吻合 1982年9月18日 數二萬計港人在維園集會 抗議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侵華內容 有團體發起罷馬日課 港大學生會發起血書運動 1982年9月26日 大祥爾夫人訪經後抵講 十三名大專生與流浪者月刊負責人 前往機場抗議 反對不平等條約 中大和理工學生會發表聲明 指中國擁有香港主權是原則問題 這種利用群眾和中共刻意培養的國粹派學生 去分化和煽動的民族情緒 就是去配合中共在香港的總體目標統戰策略 而且中共從一開始 就拒絕中英港都參與談判的所謂三腳椅 將代表港人的意見完全排除於談判桌之外 令到英國在談判桌上 處於被動和不停地讓步 事實上 在中英談判期間 當英方希望延續在香港的自權的時候 正是暗藏英方需要香港的信息 因而中方洞涉在談判桌上 英方有求於中方 因此 其間中共不斷打心理戰 而英方在整個過程中都處於不利的位置 1983年9月24日 香港人最深刻的一幕 就是由於中英沒有公布下次會談的日期 傳出會談破裂的消息 美元對港元跌至1美元對9.6港元 其後港股跌至1983年最低780點 超級市場的食糧幾乎被搶購一空 逼使港英政府宣布實施聯繫會的制度 將港元和美元掛鉤去穩定港幣 觸見當時港人對中共未來管治香港的虛脅 在英方的節節退讓之下 中英雙方最終在1984年12月19日 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公告香港在1997年7月1日開始 實行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50年不變 中英談判由開始以至中英聯合聲明的正式簽署 香港人從頭到尾都沒有參與的身份 任人擺佈 多次會談之後 港人都是被告知 所謂雙方舉行了有益的和有建設性的會談 由此至終 從來沒有中共所謂九七回歸後 香港人當家作主這回事 中英港之間的所謂三腳椅關係 也根本從未有存在過 明星期而言 Xiaobo 唐師